当别人问你借钱的时候 把不借改成 你我同样的年纪 你没有的我能有吗 当别人对你表示感谢时 把没事改成 大家都是朋友 以后啊咱们相互照演 碰到厉害的人 别说你真牛 要说 原来高手就在我的身边 饭局上客户说 你的菜点多了 把不多不多改成 我不知道什么菜符合您的口味 我呢就多点了几样 您先尝尝看 不合适的咱们再换 招待不周 您多包涵 客户说 你们的产品呀太贵了 低情商的回答是 一分钱一分货 你不能只看价格 高情商的回答 好东西自然贵 以您的身份 我给您便宜的 估计您也看不上 请教问题的时候 别说我不知道 要说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领导夸你 你就回领导 您亲自栽培的 怎么能差得了呢 饭局上客户问你 小李啊 我跟你们赵总 谁更能喝呢 这个时候 无论你回答 谁更能喝 都会让对方丢了面子 高情商的回复是 我跟我们领导 参加了很多饭局 我们领导能喝多少 我还真的不知道 但是您是我第一个 见到能跟他喝到最后 饭局结束 领导说 小李啊 这半瓶茅台 带回去给你爸喝 咱都是自己人 别嫌弃 可能领导想带 又抹不开面子 所以让你给个台阶 那一般人呢 就真的给带回去 给自己的爸爸喝了 高情商的人会这样 会感谢领导的关怀 我爸他不喝酒 我给您放车上 一会呢 您带回去 嫂子平时做个菜啥的 也能当个料酒弄 领导在公司群里 发了五千的红包 庆祝公司业绩 好家伙 你的手气最佳 居然抢了三千 领导说 小李啊 你的手气不错呀 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回复呢 高情商的回复 手气比不上您的大气 超高情商 领导的大气 成就了我的手气 有您这样的领导 可是大家的福气呀 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没有人会讨厌那些 会说话会来说的人 如果你总感觉自己没心眼 缺乏对事物的认知敏感度 想学会高情商的说话 提升自己的说话技巧 以及情商 那么你熬夜 也要读完这本 痛点社交 这本书里面 有一百多个万能的 计划技巧 当你真的掌握了 这条书中的话术和方法 那么无论在工作 还是在生活当中 都能够做到游刃有余 到哪儿都能够把人际关系 拿你来死死他 甭管对方是什么人 就是他再高冷 再内向 你只要是跟他一说话 他肯定能跟你聊不够 也不管这个人 他是第几回跟你见面 只要是跟你刚一分开 他就会期待着 跟你下一次的见面 所以说会说话 是什么本事呢 它是一个让人喜欢的本事 而让人喜欢 又是什么能力呢 就是你去成就别人 去影响别人的能力 所以说这本书呀 我建议你就是熬夜 就要把他认着的赌外